因为我们现在过年年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其实在过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这是我们新年的到来 那其实很多新年到来大家都很开心 在准备要欢度新年的时候 其实社会上就有一群最弱势的族群 大家新年开心的时候 在欢度新年的时候 他们显得相对的是相当落寞的 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原本平常 大家有心意去照顾他的人 在过新年的时候大家就忽略他了 于是创世基金会有建于此 就是在今年举办了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举办 然后今年举办第27届的 韩式吃饱三十尾牙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像是植物人的家属啊 或者是街友跟亲妈妈 这些弱势族群呢 能够在过年前我给他们一个围炉 一个就是欢聚的一个气氛 那同时现场也会颁发500元的应急的红包 希望能够呢 让他们也能够感受过年的气氛 在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温馨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我们平常植物人的家属 在照顾植物人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们在不管是在经济上 或是在心理上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在照顾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个植物人的家属 他们必须一天24个小时 全心力的去照顾植物人的安养 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呢 的这个仪容啊 或者是平常对自己的这个服装呢 他们是无暇去照顾的 那我们中国人呢 其实在过年前我们总是喜欢呢 就是去剪个头发 希望能够用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呢 来迎接新年 所以我们星际发型呢 他们了解到了这个植物人家属 他们的新生 在今年呢 星际发型呢 也特别加入了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30的这个公益活动 他们将在当天的这个活动当天呢 组成专业的议检团队 专业的设计师 为我们现场的弱势族群来进行议检 那今天的记者会呢 就是我们的星际发型呢 专业的设计师呢 为我们创世基金会的这个个案的家属 师女士现场 帮他做一个议检的活动 希望能够在过年前 让他能够焕然一新 让他说哇心哇心 用个开心的一个心情 来欢度我们的新年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首先我们欢迎 星际发型的设计师 我们美丽的设计师 大家鼓掌欢迎他 就是今天要为我们的这个 植物人家属进行这个改造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那我们你现在会紧张吗 有一点 其实啊我看过一个新闻 然后因为现在呢 在过年前啊 现在景气不好 那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募款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个经费常常都是限缩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感受到很多社会的一个爱心 像我们星际发型 这个议检的行为 这个议检的举动 就是可以带给我们植物人家属 很多的一个感动的一个过程 那你有对这一次的活动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或者是积蓄吗 这个活动的话 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是因为 因为其实这是 就是社会上有太多弱势的家庭 其实就是我们只要付出一点点 就是我们现有的技术 或者是 因为我们其实也都是好爽好角啊 那我们就是既然有这个技术 可以帮助就是大家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刚好利用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我觉得是蛮开心也蛮人心 因为就是自己也想要做一点善心这样子 是 他讲得非常好 就是一个本着想要做一个善心的出发点 就能一起完成这个公益的一个善举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准备请我们的施女士 施女士来 施女士有点害羞啦 不好意思啊 不会啦 我们今天来帮您做一个发型的一个改造 把他改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造型 今天把他 因为他就是感觉比较有气质优雅 我觉得把他设计比较典雅的发型 就当事业 消息师有没有信任啊 他准备要给你剪怎样 没有关系啊 我完全信任他嘛 OK了啦 那平常就是照顾植物人的家属啊 可能就平常都比较没有时间 去就是有机会去 好好地整理自己的头发一容嘛 那你希望就是 这次新济发型他们这样子的一举行 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谢 或者是有什么期待 当然是很感谢他们啊 他们有这个意义 让我们说 真的很高兴 当然也是感谢创事啊 他对我们帮助也很多 辛苦 好 首先 设计师拿出的这个是电 电框框 玉米虚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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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他是帮我们就是可能 头型啊 或是头发要细软的 然后就是可以振动这样 好 那我现在就要 因为他头发比较细 然后会比较烫 所以我就向阿妈先讲玉米虚 好 设计师现在先把这个头发 把它弄通一个玉米虚 其实 施计师她在刚剪头发之前 她就有说 她的头发是比较 比较少 比较软一点 所以设计师她现在透过 把她 她的玉米虚 把头发弄得比较 蓬松的一个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让她的这个头发呢 能够呈现出一个 比较好设计的一个造型出来 12个据点呢 西晋髮型 就是一起出来做一个 爱心的串联 全高雄市52个据点 都会变成就是创事基金会 在这次韩式三十 尾牙活动的一个爱心的据点 所有活动的讯息呢 通通可以透过 星际髮型的这个据点 好去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做一个 我们请 这一次我们星际髮型的 志强店的帅哥的店长 出来说一些 这一次帮助创事基金会 参与创事基金会 公益活动的一个感想 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的店长 Benz 谢谢 那其实星际髮型 很开心能够参与到 这个创事基金会 这个饥饿 韩式吃饱三十的这个活动 那其实星际髮型 也是一直长期以来 都在投入这个公益的活动 那知道创事基金会 这也是有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我们星际髮型 当然也是要极力的参加 因为就是当作是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子 谢谢 好 那谢谢店长的支持 那这一次呢 星际髮型 除了在我们1月22号 韩式吃饱三十的这个尾牙宴的现场 会为我们当天 2千300位来用餐的这些好朋友们 现场做免费的疫检 那同时也在目前南区有52间 星际髮型的这个店家 那都是我们这一次 韩式吃饱三十的爱心据点 那也就是欢迎民众们 如果要一起来支持我们 韩式吃饱三十 都可以在我们住家附近 就进到我们星际髮型 来做我们的爱心捐赠 对 那这一次呢 我们韩式任桌 一桌是1万元 那当然就是有5千块的这个餐费 那还有5千块的红包 那这一次呢当然为什么要办韩式吃饱三十 其实这是第27届的韩式吃饱三十 大家都知道过年的时候 家家互互互都团营 可是对有些家庭的人来说 其实他是无家可归 他不能够回到自己家 那或是家里这时候过年都要比较多的 费用支出他家里的经济需要 所以呢我们都会发每一个来用餐的 呃贵宾们一个人就是会有五百块的红包 作为急难救助应急之用 那也呼吁就是社会大众呢 能够一起发挥爱心 在这个寒冬可以一起送软 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家庭 那当然这次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星际髮型 对 Vence店长 那还有我们经理 那还有我们所有的设计师 还有余慧所有 今天来就是呃 呃我们星际的这些呃客人们 对希望大家整理的美美的 然后一起来做公益 就是人美心也美 谢谢大家 院长 其实在这个过年前啊 我昨天在中午的时候 在创世基金会的时候 中午大概在午休的时间突然间 就是一阵的这个门铃响 有一个人呢 他就从很远 他从沿城沿城区那边的地方 专程送了三代米 送了三代米到我们创世基金会 他说因为他过去就是有接受过创世 接受过别人的帮助 所以在今天在行有余力的这个时候呢 他很坚持 他就希望能够带着三大包的米 到创世基金会的这个 呃民生二路那边的这个会址那边 他希望能够就是亲手把这个米把它捐赠出来 他说今天这三包的米或许不代表什么 但是绝对代表他很大很大的一个心意 因为过去他曾经受过人帮助 今天在行有余力的时候 他很坚持 他说他可以吃小包的米 但是这三大包的米一定要把它捐出来 捐赠给我们的弱势 所以这就是我们创世基金会 在这所有的这个社会的公益的劝目当中呢 所会遇到很多温暖的一些故事 那这些故事呢 其实也就继续服务着我们 继续完成公益的一个目标 好那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镜头看过来 我们的这个师女师那边 他现在目前玉米须的部分 在后面这边 我已经完成了 整个蓬松哦 所以这两个人现在 看起来 如何都漂亮的啊 哈哈哈哈 这个是 有啊 有啊 今天外面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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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 很用心的看着镜中的自己的改变哦 啊现在在期待着 期待着达10分钟之后 哦 的一个大改造 每隔一分钟就年轻两岁了 哈 活动啊最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呢 最后10天的时间 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大众 呼吁社会大众 一起来共襄圣举 共襄圣举这个善行 最后10天的时间 对那我们爱心专线呢 是072612861 0726 他响应我们创世基金会 这是韩式吃饱30的一个活动 他虽然今天哦 趁着剪头发的这个 呃这个空档 他听到韩式吃饱30 这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讯息 他决定康海解囊 康海解囊 就是要来捐赠 捐赠 善心的这个水洗的 那个 捐款 来帮助韩式吃饱30的一个活动 很有型 各位公益也很有心啊 感谢你的支持 方式基金会 感谢你 诶那个 拍照了拍照 啊叮咕 叮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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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哦,阿姬都會恰這個就漂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都不認識我 對啊 變漂亮了 很開心 相當的開心 慢一點 還甩一甩 還會甩一甩頭髮很厲害 很專業 可以跟他一起合照 今天我們美麗的設計師 一起跟他們 美麗的設計師 一起來做一個愛心的大尾照 感謝 感謝我們今天 年輕的設計師 在這個愛心的一個集中 他們一起 拿著我們這次韓式吃飽三許的 一個愛心香 一起來呼籲社會大眾 大家一起呢 就是有錢出錢 努力出力大家一起共同 完成我們這次 第二十七屆韓式吃飽三十 這個活動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幫助植物人雙鬼服務 幫助植物人雙鬼服務 幫助第二十七屆韓式吃飽三十 幫助第二十七屆韓式吃飽三十 創市基金會感謝您 創市基金會感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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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